哈啰 歡迎回到空翻教學系列 我是你們的空翻小老師 Cheer Sugar 今天要教大家什麼呢 就是你在訓練的動作 我們最重要訓練哪些動作 可以快速有成的直接練 後空翻所必須會用到的動作 第一個動作垂直跳訓練 那你在做這個動作訓練的時候 你必須要確定有效的把你的膝蓋打直 好嗎 你在做訓練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動作 大家盡可能的去模仿 好嗎 我們在做打直垂直跳 那我們盡可能的是 你在人是垂直的往上 不要做成這樣子 我們是有點往後身體呈現一個Arch的姿勢 那你這樣子跳的高度並不是在最高的 你一定要做到垂直往上 那最重要的是你要習慣你的膝蓋打直的感覺 膝蓋打直的感覺 你要去感受你膝蓋打直的那個狀態 那我們除了練並腳垂直跳 那我們也可以練開腳垂直跳 那我們可以做複合式的 你在做垂直跳並起來再打開回來 那你一定要感受到你的腳一定是做垂直 膝蓋打直 然後把你的腳腳踝部分也做延伸拉直的動作 這樣你跳的高度才會是最高的 OK 好 這是垂直跳的幾個方法 那就是你去做身體的習慣 或者是你在做後腕腕之前的時候 你都可以拿這些去做熱身 讓你的身體有一個記憶感 就是你每一次翻的時候 保證你的膝蓋是打直的 你必須要讓你的身體有記憶狀態 這樣子才能確保你每一次跳的時候 你的膝蓋都是打直的跳出去 我們再來是做交互蹲跳 我們一樣跳起來做並腳落地的時候 再做交換 好 再來是我們可以做旋轉的動作 我們重點都是你的膝蓋每一個都要做打直的狀態 大家可以看到我做每一個跳躍的練習 重點都在你的膝蓋 一定要打直 那盡可能跳到最高 那我們一組可以做個十下 大概做個三組 我們就可以達到那個記憶效果訓練 再來是空中團伸姿態 那這個不一定要有道具 才會幫我做訓練 你可以躺平的在地上 也可以做訓練 那你如果有一個墊高的道具的話 那可以讓你的角度可以做得更好 各位跳出去的瞬間 你就會呈現出一個垂直跳的狀態 那我們在做訓練做收腹的動作 我們可以從這邊 記得我上一個影片說的 就是你必須盡可能的呈現你的膝蓋要在保持90度的狀態 那我們保持90度的狀態做團伸 那我們盡可能把膝蓋保持在90度 一組三組 我們做三組兩組都沒有問題 記得你要習慣那個動作 那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記得你的膝蓋一定要團到你的肩膀的位置 我們做這些動作都是為了讓你身體去記憶這些動作 你在做後空翻的時候 你才會達到這個動作的效果 訓練的過程中就沒有辦法達到這些動作 那你在做後空翻的時候 你的身體自然不會去做這些事情 以上兩點是我覺得非常有效的訓練方式 那重點都是在你的跳跟你的團伸 這兩點 以上是今天的空翻徒手訓練方式 今天分享 如果你有想要學空翻的朋友們 歡迎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那些想學後空翻的朋友們 如果你有任何空翻上的問題的朋友們 歡迎在留言底下 我會盡可能在第一時間回覆你 我是你的空翻小老師 CheerSugar 我們下次見